大家好 我是David 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吃牛油果 你会发现 吃完牛果以后 你会有很多的牛油果的种子 那么我吃就用勺子这样一掰开 然后可以就瓦的吃了 你看 这样牛油果的种子就出来了 有点像板犁 或者是有点像板犁的样子 那么实际上的牛油果 这些种子 你可以用它来种牛油果的 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刚刚吃出来的 还湿 用水给它洗干净 把这个皮给剥掉 剥掉以后就可以放在水里 让它分根 我以前种过 可以长出牛油果树 不妨给大家 今天就示范一下 这样呢就是轻轻的用 它有层那个皮 会减缓它 要发芽 所以你把这层皮呢 因为刚从这个果树里面剥出来的 所以这个皮呢 很容易就给它剥开 那这样的这个 我就是有三个呢 这个皮呢 我这样都给它剥开了 你看它里面是白的 然后呢这样很简单 那你就用 每个呢用三根牙签 这个 它有点像绑锤型的 这个大粗的 稍微粗的一管 里面应该是底下 那么细点在底上 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因为包克里面确实是上下 不太根和牙点 不太确定 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个 垂形 下面 应该是稍微宽一点 在中间是 当然是粗的 那么这个尖 粗牙的地方呢 比较尖一些 所以这样呢 我就用三个牙签 给它 从 那么就形成一个这样的 然后给它放在这个 瓶子里面 这个深度呢 你可以根据牙签这个角度呢 来 来 调整它的深度 这是一个 我先给它 都做好 那这个就是 三瓶 都给它放在这个瓶子里面了 但是还没有加水 那这样呢 我就准备给它 加上水 这水呢还是加上 这个雨水 那个水呢要加的 正好是接触 三分之一 这个 用果的种子 然后给它放在这个 比较明亮的 窗台的地方 温暖的地方 二十来度 可能 一个月左右 就会发芽 那这个瓶子里面就是我 化的血水 放在家里 就是浇湿植物 我就用这个 融化的血水 给它加进去 那么加呢 用水呢 三分之一就行了 那现在呢 我这个三瓶呢 就放在客厅靠窗户 这个地方 温度是二十二度 然后呢 比较明亮一些 但是没有太阳制射 这样呢 你经常检查一下 就水位呢 不要低于这个种子 不让它干了 然后呢 一个星期呢 换一次水 它长出来以后呢 像牛油果要养的话 夏天要放在室外 它是喜欢这个热的 然后 水分呢 要保证水分营养 你就可以在家里 养个无花果树 我以前呢 养的放在外面呢 夏天呢 长得很好 但是冬天呢 放在屋里呢 就因为光线 我没有这个 我植物都没用 所以呢 叶子就会长得不好 但是如果是你冬天呢 室内有朝阳的地方 窗户 放在那地方 你这无花果树 就会长得很好 我花果树的叶子 也会很好看的 好 那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试 拜拜